中心网客户端北京8月22日电记者张明清段时间,河南、四川等的夏季通过立法,明确顾理甲天树,截至目前,至少有九弟出台了类似政策,为子女尽效保驾护行。 不过,由于种种原因和顾虑,有甲不能修,不管修的尴尬,让那些假期似乎只是看起来很美好,各地护理,甲一栏表九弟出台护理甲政策,由省份可修二十天。 最近,审议通过,那和男生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,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症的老年人,在住院治疗期间,妻子女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每年累计不少二十天的护理甲,护理甲期间视为出勤,新修订的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规定,老年人会并住院期间不能自理的。 妻子女所在用人单位,应当给予独生子女,每年累计不超过十五日的护理照料时间,给予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超过七日的护理照料时间。 商术新条例同时规定,用人单位应当以法通过集体协商,或者制定规章制度等形式,确定护理照料时间。 护理照料期间公司福利待遇不变,据不完全统计,今年来,福建 广西,湖北,海南,黑龙江,重庆,广州,四川,河南等至少九地,异地方立法或行政规章的形式,明确了护理甲。 对于独生子女休假的条件各社也有所不同,比如,河南独生子女休护理甲的前提是,要求老人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症。 四川则规定独生子女休假,许满足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不能自立的条件,广州还规定了独生子女父母许满足,年满六十周岁以上,且在患病住院治疗期间的条件。 资料图陈超社探亲家出台三十余年常回家看看温何难落实,其实,在保障子女常回家看看方面,中国早有相关法律保规。 中国的探亲家制度始于1958年2月9日,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工人支援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公司待遇的暂行规定。 国务院以1981年修改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,及及实施细则和财政部关于职工探亲路费的规定等规章制度,对享受探亲家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。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明确,凡在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、事业单位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,与配偶不住在一起,又不能在工修假日团聚的,可以享受稳规定探望配偶的待遇。 探望配偶,每年给予一帮探亲假一次,三十天,未婚员工探望父母,每年几假一次,二十天,也可根据实际情况。 两年几假一次,四十五天,已婚员工探望父母,每四年几假一次,二十天。 探亲假期是指职工与配偶、夫、母团聚的时间。 另外,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奖,上述假期捐包会公休假日和法定结设在内,依照规定。 职工在规定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期内,按照本人的标准工资发,给工资,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职工,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,有所在单位负担。 以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,在本人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三十以内的,有本人字里,超过部分有所在单位负担。 不过,对非公有之单位职工,是否享有探亲该遇,国家尚无规定。 此外,探亲假的规定执行三十多年至今未变,其覆盖范围,享受条件等,至于现实用工状况有所脱节, 导致很多职工,无法享受探亲待遇。 资料图中新社记者杨波社,有假难修怎么破,在当今的中国社会,养老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。 数据写是,预计到2020年,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,将增加到2.55亿人左右,高龄老年人将增加到2900万人左右。 独居和孔潮老年人,将增加到1.18亿人左右。 对于子女,特别是独生子女来说,护理甲无疑可以为大家为尽效保驾护航,受到社会福建认可。 但也有不少民众表示担心,犹甲难修的尴尬难以化解,怎样才能保证犹甲能修。 对此,有专家建议,在推广此类假期时,不妨对执行制度较好的企业予以奖励和税收优惠。 执行不好的予以承建,也有专家强调,应该从国家层念立法,推动诈欺落地。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顺,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 在中国逐步漫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下,多避立法明确顾理甲,有利于更好地保, 照老年人的合法权益,建议在地方性法规实行一段时间后,对其效果进行评说, 总结相关经验后可在国家层面进行立法或修法,资料图为两社职工,依法还能享受那些假期。 其实,除了探亲价,护理甲,依照中国的法律法规,职工依法享受以下这些假期, 年休假根据职工担心年休假的条例,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, 年休假五天,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,年休假十天,已满二十年的,年休假十五天。 婚假根据各地相关条例规定不同,婚假天数在三天, 至三十天不等,产假RAMP,陪产假中国基础产假期为九十八天, 半计生法明确。 对于符合法律,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,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, 落实到地方,各地新计生条例,中都对产假签署有所延长。 此外还设置了配偶陪产假,并下根据企业职工、患病或备因工负商、医疗期规定,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,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个月, 五年以上的为六个月,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上的,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六个月,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为九个月,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为十二个月, 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为十八个月,二十年以上的为二十四个月, 公商价根据公商保险条例,平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, 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,可以适当延长,但延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, 方价根据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货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知, 职工的直系亲属死亡时,有本单位行政领导批准, 逐行机与一至三天的放假,职工在外地的直系亲属死亡时, 各根据路程远径,令吉与路程假,资料图, 武警张业氏森林支队精心策划了文化娱乐活动, 庆祝建军九十周年,陪海博社此外, 根据成果年节级纪念日放假办法, 这些群体也可以享受特殊假期, 妇女节三月八日,妇女放假半天, 青年节五月四日,十四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, 儿童节六月一日,不满十四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,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八月一日, 现役军人放假半天,晚。